五區公投 全民制憲 香港人 用我們自己的意志 編寫我們自己的憲法 將全民制憲這個理念 付諸實行 香港的本土 民主 反共 這個運動 已經是勢不可黨 最後的勝利 必然是屬於我們香港人 普羅政治 民生起義 myradio.hk 擁抱大香港主義 香港地 香港人做主持 大香港早晨 大香港早晨 早晨 大香港早晨 回來第三次 這個是myradio和《熱血時報》聯播個早晨節目 大香港早晨 今次有Gorwin 有我鄭松太和Christine 對了 有Gorwin在 聽眾話 剛才你不出聲 我以為你走了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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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這裡 你在這裡 今次你加油 好 今次講劉慧卿 你的目標 不是吧 因為他是算新東的 是呀 新東的 我不會投他 我肯定 不是說你投不投他 他代表新東的 街坊 叫你投不投劉慧卿 意思是你有責任去處理劉慧卿 我會下街站追擊他 你會幫忙處理劉慧卿 我會下街站追擊他 有聽眾嗎 不是只有兩個主持 你想想 多痛苦 這些字 我們也想講講醫委會 我們在星期三也講過醫委會 教授之前也做過訪問 在香港造神 現在那個情況 沒有想過去到一個地步 我覺得其實挺不堪的 我自己也不能夠在Facebook 表態支持梁家樓 因為始終他都是功能組別 我們這些人就是反對功能組別的存在 但是梁家樓在這次的整個條例裡面的表現 又令到你沒辦法不服他 他真的豁出去 他真的豁出去不斷勁點鐘 終止待續 終止待續是之前提出一個動議 但是昨天就否決了 43票反對之下否決了 那有什麼人去否決呢 民主黨 民主黨 建制派和民主黨 民主黨真的 我覺得這個黨還可以存在的話 香港人 大家應該好好想 透過之盡 不如大家割開自己的腦去驗一驗 看看裡面究竟是否有一些蟲 不是的 解決方法就是把那些人 裝載去藍車四方的月車 同歸於盡 試試做防撞測試 看大家會智利破碎 我覺得是去到一個很不堪的地步 因為有幾件事情 第一件事就是我們沒想過 建制派和泛民可以禁合一下 在這個議題上 大家不斷出聲 接連建制和泛民的願 就叫梁家樓不要拉布 然後梁家樓就是 梁家樓的感覺 就是好像昔日的黃毓民 這樣 一個人揭然一身 我們進來議會不是交朋友 以寡敵眾 以寡敵眾 然後我們是 四面獸敵 教主經常有一句說話 四面獸敵 白面威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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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進來的時候 不是為了認識朋友 對不對 然後還要是 四面書敵 是啊 還在說 不是 書敵為樂 是不是書敵為樂 是 是 交友為虎 那 那個感覺 我昨天看片段 哇 梁家樓她真是 我沒有見過她這麼英俊 就是這樣說 即是有些正義的氣氛飄 是 因為我試過跟她一次 在東方做過正反論壇 然後跟她就著那個 連瘡米的疫苗方 我第一次見她 而且第一次是交手 疫苗方的時候 我有個論壇 就是東方做的 我第一次見面 當時我感覺到 你為什麼這個人這麼繁文 那個感覺 我跟民主黨一樣一樣 說話好像沒有什麼立場 然後阻閃右臂 說著那個疫苗方的問題 就說來講去 就是香港在那個疫苗上面 是不能夠接受這些大陸人 走來香港打疫苗就可以了 你說什麼配額 諸如此類的那些說法 那一下就是 我是有一個 就是 一貫的覺得 體育功能組別 都是應該取消 現在當然是取消 我意思是 功能組別都是這樣的感覺 但是 現在的不堪 第一件事是 建制和泛民 沒有想過是這麼一致 第二件事就是 我真的見到 在Facebook有人稱讚 功能組別梁家樓 真的稱職 這樣呢 去到這個地步 我想說 譬如你說要阻止這個惡法通過 或者反對醫委會改革 其實不只是 本來 本來不只是劉家良一個可以做 國家旗可以做 是啊 公民黨國家旗 這個利益申報先 他是新界西的立法會議員 是啊 那國家旗 他都是令人驚訝 國家旗 那個說法 譬如整個法文都是 公民黨 民主黨 都在說 國家旗有一個修訂 修訂就是 在政府提出的 醫委會修訂條例裡面 所謂的 醫委會裡面的 專業人數 和非專業人數的委員 比例上 如果是依從國家旗的提議 他們就會支持 如果不是的話 他們就會考慮 會反對 又或者是投棄權票 諸如此類的說法 還有 譬如我拿泛民的角度來講 其實任何的 譬如這些所謂拉布 非暴力抗爭 他們都應該支持 為什麼他們拉布的時候 就是正義人 別人拉布的時候 他們就不支持 尤其是因為坊間的討論 特別是整個社會 都是尼漫著一個不解的情況 大家理解不了 那些醫生 為什麼會走到這個立法會 在那裡蹲 你那件事是這樣看的 坊間大眾 知不知道什麼叫 醫委會的修訂條例 裡面的條文 怎樣是一個package 四十幾條裡面包含了裡面 裡面的 裡面的 也是牽涉的 就是醫委會的 本身的職權問題 譬如是醫生的註冊 去到仲裁 甚至在裡面的 不同的範疇 怎樣延伸到 就是關於病人的權益 一個討論 其實這件事很複雜的 很深的 很深的 但是坊間對這件事的關注 就是沒有想過 是一幫醫生 是會自己 會休息的時候 還有是 是自己的公餘時間 走到那個立法會裡面 是坐的 就是你有幾個文明的地方 幫你勸到一幫醫生 自己在這裡行醫之後 然後做了幾十個小時 然後回去 還要蹲在那個立法會裡坐 但是還是對於這件事 不理解 不理解才會提出一個問題 那幫醫生搞什麼 為什麼醫生會這樣反對 是不是真的有QK QK的地方是什麼 大家就很直接去想 即是醫生都要上街 醫生都要抗爭 醫生都要上街 還有兩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會不會他們是被人解僱呢 會不會被人取代呢 香港醫生的飯碗不保 所以會不會跟海外醫生 或者是中國醫生 來搶飯碗有關呢 這些是很街坊的看法 或者因為在大眾的心目中 香港的醫生 都還是相對是挺好的一個印象 因為譬如沙士的時候 都是說這批醫生 都是寫身救人 即是人心人術 那些這樣的印象 那我們是 我們香港社會 而且對於香港的醫生的質素 有一定的信任 雖然是有很多醫療事故 但是大家集中 都是在說醫管局 或者醫管管理層的通報機 其實可能很多人都覺得 因為人手不足 在這方面 而導致有這麼大量的醫療事故 醫療事故是一部分 但是大眾的印象 不會去到差到一個地步 就是香港醫生是失德的 什麼都信得過 香港醫生是會偷你腎的 不會去到這樣的情況 最少大家都理解 香港醫生是醫人的 是這樣的理解 但是當你們醫生走出來示威的時候 大家就會因應這件事 提出回響 譬如Christine 家人是不說 不說 總之我有消息人士透露 是有消息人士透露 你是有消息人士透露 其實他們暗馬底都知道 其實醫管局是想換走香港醫生 然後換了很多大陸醫生的 他們覺得是這樣 是的 風向是這樣 因為大陸醫生便宜和聽話 聽話 聽話便宜 就是這麼簡單 大陸醫生便宜是肯定的 為什麼 因為我是其中一個婦主 香港的教授便宜是一件事 以往 欠飯碗 不是啊 其實他很簡單 他在那個業界 譬如在這個大專學界 他早在十年之前 就不斷輸入一些所謂名牌大學的海歸 因為他在香港做 他可以比你便宜 但比你的薪金還高 比中國的薪金還高 所以他們才這麼想來香港做 我的同事一樣 那一輪同事來香港做什麼 對他來說 香港社會是一個 純粹是找到給大陸多錢的地方 生活上好少少 舒服少少的地方 不會隨時被人撞死 然後車兩下 大概是這樣的印象 那他 譬如我的同事 早十年 早十多年來到那班 就是中國的所謂的學者 在美國那些大校讀完書 回到來之後 可能拿著牛津 拿著劍橋 哈佛 那些 然後回到來 或者UCLA 回到來之後 你進去 譬如可能做作理教授 現在升到上去副教授 教授那班 其實那班人在香港 他們是超級離地的中產 但是他們的做法會怎樣呢 就是什麼都不來 只是寫文 達標 達到那些 譬如 好聽話 這個就是聽話 好聽話 就是寫文 配合政府的政策 配合高層的做法 然後人工呢 人工不要緊 他們是人工高的 人工高的 但是 對比以往那些大專業界的老師 那些福利當然是不同的 但是 在這班人在眼中 很坦白地說 他們可能沒有什麼專業守則 他們沒有什麼專業守則 他們不會有社會責任 這個肯定 這個肯定 香港社會跟你想無關 所以才爆出那些假論文 事件 廣東爆出那些假論文事件 又是關大陸的教授事 假論文是一面 但是有些的 其實你會見到 他們是專門幫政府做民調 然後去造勢 這些是常見的 又或者就是說 在某些工程 地鐵 或者工程的項目上面 就是說政府的質素OK 然後幫他們做顧問 你想想 之前不是說要送一些香港醫生回大陸 做國情教育 那如果你直接請大陸醫生回來 那就連這些都不用了 不用 那些錢都省了 因為其實那個說法很簡單 就是 越專業的界別 它是政府需要投放更加多的資源 才是能夠去導向那個界別的利益 符合去的政策 因為那個專業知識 你又不懂 你又不懂醫生的東西 你又不懂工程師的內容 你又不懂 譬如可能是各行各業 尤其是專業業界那些的背景 尤其是有註冊那些 那你不懂的 那你怎樣 那做法就是你換了它 最簡單 最值得做法就是換了它 但是香港 香港社會最難是甚麼 香港社會最難換的 就是律師和醫生 因為都是本地的東西 因為本地的東西 本地訓練 譬如有些風土症狀 你就是跟別人溝通都要 那當然 難道你請北方說那些撈話 我也不知道那些國語 那些撈老 請那些醫生 你又怎樣跟香港人溝通 他就是貴辣 所以你要普教中 他就是這樣跟你說 所以你就要普教中 你就要學普通話 它就是令你變成這樣 現在那個趨勢 譬如我解釋 譬如我解釋 你醫生 你肚痛 你怎樣痛 是陣痛 還是刺痛 還是攪住這樣痛 如果你用普通話去溝通 我真的不提 我不提 你看醫生 一定是本地的醫生 你看醫生的時候 你會說自己攪肚痛 肚痛 你怎會說那麼多 肚痛 那醫生就問你 那醫生就問你 吃完飯之後的盲腸痛 你怎知道 總之這個胃痛 你覺得拿著 是拿著 怎樣痛發 這些我們香港醫生 大致上都會知道 我可以形容 你聽那個病徵是怎樣 很重要的 溝通上的問題 溝通上的問題 但是你說 剛才Christine有說到 你有消息人士透露 是在說他們 不是等你的香港醫生去做CIA醫生 在私家醫院做 是啊 不是啊 Christine有說到 有些人士覺得 那個說法 就是說 他現在很希望 政府在一個陰謀論的角度說 如果是能夠在醫委會裡面 拿到一點點彈性 可以鬆動到 香港的執業醫生的註冊 那部分的話 或者容許海外醫生來香港的條件 是的 那在這個部分 就可能會做到一個效果是什麼 就是香港的公立醫院 因為政府是 比較容易控制到這一部分 就是 請多些海外醫生 叫做 幫助香港公立醫院的營運 他用一個很美化的說法 就是減少醫療事故 為這個病人權益 爭取更加好的一個 合理的一個效率的批審 或者檢查 但是另一方面 另一方面就是 這個做法明顯大一個效果 效果就是 公立醫院裡面的海外醫生 那個比例一定會增高 而本地醫生 在他們眼中不聽話 麻煩 還有人工要求高 我作為本地醫生 那我怎麼辦 我當然選擇私家醫院 我一定會選擇私家醫院 帶出來的 就是一個長遠的情況 你說我們陰謀論推測都好 但我覺得是合理的 就是會 公立醫院是會變成一些 多少中國或者海外醫生的醫院 執執執業的醫院 然後很多香港本地有質素的 專業醫生 就被迫是將他推去私家醫院 又或者甚至他本身是 可能是考慮要移民的話 或者離開香港的 就走 喂 全世界都是渴求醫護人才 尤其你在香港特別是 例如專科的醫護人才 特別是吃香的 例如醫肝病那些 醫肝病在香港特別是吃香的 又或者是 微創手術那些 微創手術 然後 我知道鼻腔其實香港都是 鼻腔香港都是 因為有個說法 就是香港 不知為何 在南方 中國的南方 香港那些 但我們是比較多一些避抗問題 有些人說 因為可能在廚房煎炸得多 所以 那些專科的醫生 其實他們是可以走的 那你的做法是甚麼 做法是純粹在專業上的人口換血 所以你說 譬如現在的事態 我相信大家都清楚 那些醫生走出來 那個看法 其實不單止是說 他的組成是對於政制不信任 如果你說多加一層去看的話 是純粹他們會認為 如果在醫護界 在醫學界 都是由特首 可以委任幾個委員下去的話 可以 遇到香港的醫療 醫護人員裡面的組成 一定會有變化 變化就是 會多了一些可愛的醫生 而這些可愛的醫生 是中國醫生 他帶來甚麼 帶來的影響就是 又回到香港人身上 公立醫院就是窮人去看 你有錢就去看私立醫院 然後公立醫院就是一些 喂大陸醫生 不然被香港那班 低下階層 弱勢人士 或者普羅大眾 你就去看公立醫院 香港權貴你就去看私立醫院 那這個是 殖民社會出現的徵狀來的 我想說 你想想殖民社會是甚麼 殖民社會就是 你有錢人你就住半山 有特權你就住半山 然後後來你是普羅平民百姓 你就是享受一些 你就是使用一些 劣質或者遲等的社會福利服務 而且這些社會福利服務 就是你是由外來那班人 入到來的時候 主宰你的社會運作 所以你說在這個討論上面 是清晰 但是說回來 昨天那個焦點 是除了在這個討論上面 其實這個討論 就是關於醫護界的專業人口換血的討論 在本土派正有提到 但是昨天那個狀況 我覺得是 我自己反而在網上 我覺得是有點詫異 為甚麼大家的憤怒是 習慣了 因為我們這幾天都提大家 好像大家是習慣了 因為昨天我看到這條片 這條片我看完之後 我覺得 我覺得如果民主黨在新界東可以選到的話 那是值得香港人跳樓 值得香港人跳海 為甚麼呢 我看到劉慧卿在議會裡面 教訓梁家樓 我不是代表我支持梁家樓 但最少在這次事件上面 即是在這一次 他就著自己功能組別的崗位 他就著業界裡面的做法 在議會裡面最少稱職 但是劉慧卿作為一個民選議員 去批評梁家樓的話 我是完全不能理解 和不能認同的 聽聽劉慧卿的說法 聽聽劉慧卿的說法 但是怎樣都好 主席 我是希望 希望我們議會 主席你和我都知道 去到下個星期五 晚上十二點鐘就灰姑娘了 全部沒得做的了 在這個草案之後 還有兩條草案 所以為甚麼我昨天 叫梁家樓議員 我說麻煩你了 放過我們 放過香港 讓這條路香港走一下 他剛才問我你是不是真的這樣說 我說我當然真的這樣說 我25年都沒說過 現在都說了 我是希望 當然 大主席經常說過很多次 你不用有人打鐘 你坐定定 35個在那裡 就沒一搞的了 我覺得主席也都說得對 但是怎樣都好 我是很希望 這個草案 是得到 充分的時間 大家去辯論 不是充分的時間去打鐘 也都希望大家 大家是各書幾件 然後呢 是希望 得到我們的議會處理 所以我謹慈陳詞 是反對這個動議 劉慧卿這個八婆真是誇張 剛才剛剛就是他就 反對終止代族這個動議的發言 是啊 而這個發言 梁家樓是精彩的 因為 你知道劉慧卿很兇的 即是我的印象 他很霸道 他說話的時候 是八婆 八婆人說話的時候 通常會閘著別人的疾病 梁家樓厲害 一開始的時候 劉慧卿說話 然後說到中段之後 梁家樓舉手點人數 劉慧卿很無奈 你這個人 這麼困難 然後再他站起來 主席 我就是想剛才這樣說 我就是想梁家樓 不要這樣點人數 我的角度就是覺得 喂 梁家樓你放過香港人 這一句的評價 我覺得是很恐怖的 我以為這句是會出自在這個 袁秋長雷雲的口中 一開始 因為我昨天下午在地板 無聊 開著電話去看Youtube 教主說話 這些教會很精彩 在那裡吃花生 昨天黃毓民 黃毓民在議會上很好豐鬆 然後又見到 嘩 又見到民主黨罵人 梁家樓在那裡抓捕 然後建制派 就是泛民建制連成一線 泛民建制連成一線 對呀 泛民建制連成一線 然後梁家樓走出來 是獨力支撐大局 然後教主助拳 支持梁家樓醫生 然後就說 梁家樓醫生 還以為是利益申報 我自己看醫生 我也有看梁家樓醫生 照慧鏡 對呀 我那個遺不舒服 我也有照慧鏡 我聽一下教主 聽一下幾個人 聽一下聽一下 怎麼會有另一個女人的聲音呢 最初我以為是元秋 講這句話的時候 我以為是元秋 放過香港人 叫梁家樓放過香港人 這句話哪裡是輪到你說的 劉慧卿 要放過香港人 說來說去都是港共政權 又是你那些人最喜歡說的 就是針對 就是針對 什麼叫什麼 針對政權 對準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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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現在是 你現在是在議會裡面 即是功能組別議員 肯走出來去為民 或者為業界說的 已經是稀少得多了 就是這樣說 以及功能組別 我們的角度 都是我們的議會裡面 不堪的地方 但是你劉慧卿作為一個民選議員 有沒有可能在這樣的情況下 是會去批評梁家樓 去批評梁家樓 批評他拉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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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批評拉布的原理就是 我希望那個議案 可以得到更多的討論 既然是這樣的話 你便提出你的討論問題 你便用盡你的時間討論 但你又不夠膽 你黨的成員又沒有 整個泛民又沒有 所以那個場面 我覺得 昨天看完劉慧卿的討論 或者評價 我真的不懂得被討論 因為我在網上 大家都看到 譬如有些造徒 在罵這個泛民 但劉慧卿這個說法 是值得新冬輸硬的 是值得新冬輸的 但無奈 我覺得他們會很安然地贏 因為他會排第二 因為劉慧卿會走出來說 現在正在說 林卓廷 說法是 他叫林卓廷 叫什麼名字 林卓廷 我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 是的 我自己是不能理解 但就著這個醫委會的條例 今天會繼續開會 是 今天 應該 但是 高穎文 他今天教組的時候 他就說 他可能估計 這個醫生註冊條例 可能要下週三續審 即是今天都沒有機會表決 即是說 今天都未必會表決 下週三便會續審 但是 大家看到 你可以遇上一件事 就是 泛民 泛民會是以往的情況一樣 就是 小馬大波 不 要是缺席 要是棄權 但你投反對票 都是會通過的嗎 會的 會的 假裝抗爭了 是啊 假裝抗爭 假裝很無奈 但是現在是梁家樓堅拉 是啊 堅拉真的會拖想他 真的會拖想他 因為會期只剩下了 接下來還要說一件事 梁家樓去之前是很有氣魄 跟大家說 我又不選 當然是選不選 大家用職務以待 但最少他講過 即是功能組別上面 既然是這樣的話 我覺得就是 希望大家能夠記下這一幕 記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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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到這條條例 你想回昔日一樣 當年 領會就是這樣上市 一樣的 當年領會是這樣上市 當年的時候 不是有幾個議員 走出來反對 譬如當時鄭大班也是 當然 但是結果 禍害是十年之後見到 而今天 關於這個議案 可能帶來的可能性 純粹你可以說是一個推論 一個益測 但事實上 大家真的很擔心 去到醫護界 去到醫學界 都是因為這個 醫委會裡面一些 魔鬼作為細節的條文 而是令到這個梁振英 有機會 在中間裡面是用一個專業換血的方法 換走香港的醫生 而其實香港醫生 其實是做到沒有人的 你哪會可能沒有人 哪會做到 哪會開心 這個環境 死做難做 已經是做十幾二十種 是啊 所以 是的 都是靠大家 最終如果有民主當向的話 都是你們的責任 好 第三個時間差不多 第四節回來我們講講 做運動的問題 恭喜 東北 大師 大師 非常 大師 比 大師 雞